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赵丽颖又土又爱算不算美人? 看看何曾黎的合照,答案一目了然! 当与凤行定档的消息如春风般拂过娱乐圈, 观众们的期待如潮水般涌动。 赵丽颖与林更新的二次合作, 让这部剧还未播出便已经赚足了眼球。 而在发布会现场,赵丽颖与曾黎的颜值大比拼 更是将这场大战推向了高潮。 赵丽颖,这位从草根溺席卫衣线女星的她, 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焦点。 在香港亚洲电影大奖上, 她的造型虽然遭到了不少吐槽。 一身金色长裙,让赵丽颖看起来又土又爱, 完全没有了当红演员的自信和气场。 看到在亚洲电影节上的赵丽颖, 不少网友纷纷吐槽, 看起来小家子气,怯场了。 但到了与凤行发布会现场, 她仿佛换了一个人。 一袭白裙,掐腰设计, 加上胸前飘逸的设计。 让赵丽颖看起来仙气飘飘, 仿佛真的是从剧中走来的。 她带着甜美的笑容和大家打招呼。 与林更新互动时更是轻松自然, 仿佛两人已经是多年的老友。 二人之间的甜蜜互动, 更是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尖叫。 当然现场最吸引人的还要是赵丽颖的颜值。 一直以来赵丽颖都是小家碧玉的典范, 这些年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 赵丽颖也退去了当年的青涩。 虽有些许岁月的痕迹, 却更增添了一份成熟韵味。 她的皮肤白皙紧致,五官立体精致。 仿佛经过岁月的打磨, 越发显得光彩照人。 赵丽颖的颜值仿佛就是她演艺事业的护身符, 让她在娱乐圈中屹立不倒。 当然现场还有一位女演员, 和赵丽颖相比更胜一筹, 这位就是我们的气质女神曾黎。 作为公认的大清衣, 曾黎的超高颜值, 和优雅高贵的女王气质, 一直让无数人羡慕。 即使是美人张伯之, 在看到曾黎后也被惊艳到目不转睛。 这一次曾黎在发布会上也展现了自己的魅力。 她身着黑色阔腿西装裤搭配黑色短款上衣, 虽然没有赵丽颖高调。 但优雅大方的气质, 走路带风的强大气场, 让曾黎看着比赵丽颖强势亮眼很多。 尤其是一双大长腿和一张性感的烈焰红唇, 姐姐的霸总气场让赵丽颖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妹妹。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曾黎的脸部状态被赵丽颖比了下去。 按理说, 曾黎是典型的骨香美人, 有棱有角的脸蛋。 精致大方的五官, 让曾黎吸粉无数。 这一次对脸镜头, 却显得脸部有些肿胀, 与之前的轻力形象大相径庭。 这一变化, 无疑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和猜测。 赵丽颖与曾黎的颜值比拼, 一时间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赵丽颖的骨香立体, 五官精致。 每一个角度都仿佛经过精心雕琢。 她的颜值自然而不做作,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而曾黎虽然气质依旧, 但面部的肿胀却让她显得有些僵硬, 失去了往日的灵动与美丽。 两人的颜值对比, 犹如一幅生动的画卷, 展现了不同风格的美。 赵丽颖的美, 如同春天的花朵, 绚烂而热烈。 而曾黎的美, 则如同秋日的落叶, 静谧而深沉。 然而, 在这场颜值比拼中, 观众们的观点却各不相同。 有人支持赵丽颖, 认为她的颜值更胜一筹, 也有人支持曾黎, 认为她的气质无人能敌。 然而, 我们或许应该明白, 颜值只是外在的表象, 而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 是演员们的演技和作品。 赵丽颖和曾黎都是实力派演员, 他们在《与凤行》中的表现, 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赵丽颖与林更新的默契配合, 曾黎的精湛演技, 都将成为这部剧的看点。 在这场颜值大战中, 无论谁胜谁负, 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评判一个演员的标准。 我们应该欣赏他们的美, 更应该欣赏他们的才华和努力。 让我们期待与凤行的播出。 期待赵丽颖, 林更新和曾黎为我们带来一场 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同时, 也让我们在欣赏他们美丽的同时。 思考颜值与演技之间的微妙关系, 为娱乐圈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